来关心最新消息 在中国大陆甘肃地区昨天深夜发生规模6.2强震 震源深度只有10公里 还发生好几起余震 目前已经知道至少有86人死亡 96人受伤 而这起地震发生在深夜 大约是在昨天的11点59分 由于是极浅层地震 在当地造成了非常严重灾情 死亡人数上升到86人 而且有不少民宅倒塌 临近的青海也感受到强烈的摇晃 甚至有出现断电的情形 而目前甘肃已经出动上千名消防队 消防车前往救灾 中国国务院抗灾指挥中心也启动三级响应 但是当地愚症不断 死伤人数很有可能会再继续攀升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